大家好,我是娜姐 欢迎来到娜姐说电影 把自己的亲女儿喊了出来 妹妹刻意打扮了一番 似乎盖过了今晚的主角 吃饭时 心悉的妹妹用脚勾搭着会长 会长很淡定 对妹妹好像并不感兴趣 吃完晚饭 会长和姐姐回到房间开始 耳边似摸 亲亲我我了 这时姐姐发现墙壁有一个小孔 原来是妹妹在偷窥 于是姐姐警告妹妹 以后再偷窥就把你戳瞎了 接着寂寞进来了 她希望妹妹可以替她争口气 毕竟妹妹很年轻 60多岁的会长肯定喜欢年轻的 只要能嫁给会长 荣华不贵想之不尽 第二天会长让幽人 给姐姐送来一套复古的婚纱 幽人告辞时 贴心的姐姐给幽人拿了一把雨伞 因为马上就要下雨了 到了晚上 姐姐的婚纱突然被鲜血染红了 雪叶顺着婚纱滴在地板上 姐姐笑了从噩梦中惊醒 起来后看到婚纱不见了 于是来到妹妹房间 让妹妹把婚纱拖下来 静母却说 反正你都无法参加婚礼了 因为你没有脚啊 姐姐低下头 发现自己的脚没了 一声喘叫 姐姐从床上跌到地板上 原来是一个梦中梦 姐姐起身开窗 发现窗户打不开 而且婚纱真的不见了 房门也被恶毒的静母和妹妹封死了 接着一股瓦斯 从小孔喷进来把姐姐去晕了 画面一转 静母将替女儿送到了会长的家 静母向会长解释 因为姐姐出了点事 就将妹妹带了过来 静母还表示 会长一定会喜欢妹妹的 会长闻了闻妹妹的脖子 用阴森的口味说 闻起来很好吃 当姐姐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木屋 走出来看到的是会长的佣人 佣人说 你的运气不错 逃过一劫 但姐姐不明白什么意思 接着会长带着妹妹来到一个密室 这里摆放着各种切磋工具 就在妹妹一年迷惑时 会长冷不丁的给妹妹注射了一只米药 与此同时 姐姐已经走进了会长的宅子 并且换上了婚纱 而妹妹已经成为了砖板上的鱼肉 原来会长是一个食人魔 这也是她为什么60岁 还能永保青春的秘密 当姐姐找到这个密室时 妹妹已经躺在雪坡中了 姐姐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傻了 转头就跑 慌乱中姐姐躲到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挂满了染血的婚纱 会长跟着过来 并推开了房门 姐姐蹲在地上屏住了呼吸 就在这时 庸人喊了一句 会长 美国的姑妈来电话了 当会长去接电话时 惊悔未定的姐姐站起来 又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一个没有头的婚纱架 全身都在剧烈的抖动着 吓得姐姐挪了一步 突然伸出一只手 抓住了姐姐的胳膊 画面一转 姐姐从自己的房间苏醒过来 难道又是一个梦中梦吗 但静母告诉姐姐 会长已经选择了妹妹 过后 静母打开一个罐子 这是会长一早送来孝勤丈母娘的 静母吃了一块 味道还不错 看着这罐肉 姐姐已经明白了 昨晚的一切都是真的 影片结尾 从庸人和会长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就是一个恐怖版灰姑娘的故事 故事情节有点乱 逻辑也有一些问题 姐姐一会瓦斯中毒 晕倒在家 一会又出现在会长家 接着又莫名其妙的回到了家中 最后妹妹的确遇害了 所以这部短天告诉我们 别人都要结婚了 你再去挖墙角 是没有好下场的 想看原片的朋友请在下面留言 最后谢谢观赏 喜欢的请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哟 下期再见